四禅有九天 也是凡圣同居图 普通四禅天人是前面三天 第四个就是无相天 第五个以后是无不还天 禁居天人 在那边修行正国的 在佛哲经上告诉我 三国以上 也就是阿那汉 他们在那边修行 修行成就了就正阿罗汉 正阿罗汉就超越六道了 根历的四禅就超越了 根顿的还要通过四空天 由四空天再超越 所以四禅是凡圣同居图 有凡有圣 无想天是修 无想定成就的 修成了就到这个地方 寿命五百戒 很长了 五百戒时间到了 他的定功失败了 他的定功失败了 业障陷起 又是随业流转 这五相天我们有没有去过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去过 忘掉了 六道里头哪个天 哪个什么地狱出生 我们全都去过 不知道轮回多少次了 所以到这个人间来 一投胎 头昏掉了 见忘 全忘干净了 如果你修行能得三昧 三昧现前的时候 豁然记起来了 过去生生世世 虚面通现前吗 你就全知道了 那么在小陈修行二国 虚面通就现前了 佛告诉我 能知五百世 五百世以前的记不得 五百世之内的记得 越往上面去 那境界就越提升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无量界前 生生世世 你全知道 机会太难得了 要好好地保住 世间是假的 世间你也想探求 你想控制 想占有 无不是罪业 地藏经上 讲的话 真的 严福提众生 其心动念 无不是罪 无不是业 所以我劝大家 其心动念 全是阿弥陀佛 心之所思 所念 无不是无量受尽 这个好 夜门深入 常识喧修 立业无量无别 为什么不干 还去干傻事 希望我们尽忠的 同学朋友 从今天以后 不再干傻事 不再干糊涂事 一心念佛 求生监督